早安 今天我们要去这个PP Island 出海出去玩 来到阿南一定要出去PP Island玩 因为这个海岛很美 所以等下我下面拍给你们看 PP Island 基本上我们去这几个地方 这几个地方不错的很美 连我们的团费是一个人泰拔 1400钱包 现在来泰国旅游只要你出海 都要给一个政府税 就是讲进他的岛要给钱 所以我们这个1400是包了政府税 PP Island的政府税要400块 所以我们的团费是1000再加400块 那么我们就给1400块 听说这个岛很美啊 所以等下我去拍给你们看 还有这个 The Lagoon也是很美 所以他们告诉我们 来到Kalabi的这个阿南 一定要去这个PP Island玩 我们去PP Island前程是做那个speedboot 它是快艇来的 所以不错的 所以记得来到这里 你们要订的话 不要超过1400块钱包 价钱就不会高了 我们是做这种speedboot 我订这个团是在酒店这里订的 就是现在我住的这家酒店 外面我有问 钱包的话要1500到1600 这酒店给我们1400块 所以最起码便宜了一两百块 好喽 等下我就出去玩的时候 多给你们拍点视频 每一个角落都给你们分享 到时候你们只要看完我这个视频 你就好像去过PP Island了 出发咯 我们要去PP Island 同样的路程 上这个 嘟嘟过后 直接去海边 全部都要去PP Island了 我们的旅程开始咯 今天是星期六 所以特别多人 我们又要出海咯 今天聪明了 很多东西没有带了 如果钱很多有钱的话 可以做这些private的 看到吗小两的 这些就是private的 差不多五六个人一两船 这个导游去接人 他一家一家酒店去接人 看到吗 起海岛最好穿这种塑胶鞋 经济能力可以 又可以的话 几个好朋友 一起租一艘这样的船 小两的这个 钱包直接出去玩 今天我们的团队 基本上都是洋人 昨天的团 就比较多印度人 它的行程是一样的 你在酒店等 过后他用那个都督来载你 载你了 载你了 直接去出海的码头 在那边上 上船 我都去到过去 哈哈哈哈 我们看到老银子 我们的里程又开始了 现在是8点40分 刚才8点半 他们来接我们 所以今天基本上 最迟也是回到 今天是4点 今天应该会比较好玩哦 而且今天价钱比较高 昨天我们出去 包那个 进门税是1000 今天是1400 来到Kalabi Aunang这里 一睡醒就是旅游的气氛 每一个人都在旅游状态里面 每一个人都在旅游状态里面 快到了 快到昨天上船的地方了 哇那么多人在等咯 这边接人 每一个旅游社都来酒店接人了 我们也来酒店这边 要接另外一个客 全程就我们4个马来西亚人而已 接完客咯 走咯 要爱个小妹妹 前程有门露营啊 看完这个视频 就好像不骑过的 有骑过的地方 来到这边 我们也来着 昨天上船的地方咯 昨天我们去4个小岛 今天我们去PP Island 这里就是上船直接去出岛的地方 今天是星期六 肯定会有很多人 到处都是人 等下就是一群的人 站在一起 过后就可以出海了 今天连车都在排队了 等下就排船了 就是在这个地方上船 这就是我们的团队 走 跟那边 等我们导游 我们今天的团队 基本上全部都是洋人 也就是鬼老 这是应该是没有印度人吧 OK PP Island ROOM 41 P PNOK 今天比较高级的 怎么带这种 不是给团队的 看到吗 还有电话号码 所以比较安全 今天我们的团队没有 其他种族 应该是4个马来西亚人和鬼老 今天满满人 全部都是要出去玩 去4个小岛或者是PP Island的 哦对啊 这一次我来Kalabi 我感激到一样东西 基本上看到的都是洋人 亚洲人很少 马来西亚人更少 没有看到马来西亚人在这里 如果 新加坡也没有 韩国人也没有 日本人也没有 很少很少 反而感激到印度人很多 印度人 洋人 中国人也没有 中国人 所以不知道为什么 这个Kalabi的Ona 都是外国人 就算晚上我们出去吃东西喝酒 看到的也是洋人到晚 一个100 你看我们这种马来西亚人 只4个而已 这都是我们的团队 今天没有印度人了哦 全部都是洋人 再点名 点名 这是沃多铺 这是沃多铺 好吗 对 我们要求大家 有些人 你不在买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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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看 你不在买大 不在买大 你不在买大 这都是小铺 在那裡 同样的路线去上船 昨天我们船是11号 今天的船是9号 所以就119 还是同样一句话好晒哟 这秦城是我们的团队 这就是我们的船 我几个很厉害 每次坐在后面 等下我们可以拍那个 SPEEDBOOT 我们的团队 我们起航了 我们起航了 这里有美景哦 然后我们起航了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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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